各位朋友 大家下午好 今天呢是2021年9月6号星期一 那今天三大股子呢还是继续反弹 其中呢大盘呢在收盘的时候呢 占到了3600点的上方 那么最高达到了3626点 3626点 那接近于6月2号的前高的位置 在3629点就差了三个点 已经非常接近了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首先从股子的角度 给大家做一个客观的一个评价 首先今天的这个量能啊 比前应该是前四个交易日啊 都要小一点 那我们看到在这个9月1号 上周三的那天呢 大盘放出了啊 这个两年以来的一个天量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后续的三个交易日啊 一直到今天 量能呢都没有突破9月1号的那个天量 今天呢又是一个明显缩量啊 尽管拉出了中央线啊 各股方面呢 也是上涨的加速啊 远远大于下跌的加速 也就是说从短期来看 空头依然啊 牢牢掌控市场 但是啊 我要跟提醒大家的是 大盘呢 今天呢 这个成交量没有跟上 反而呢 创出了近期以来的新高 而且呢 今天盘中啊 从尾盘的这个位置来看呢 尤其是在下午两点钟之后啊 那个小时 那一个小时当中啊 封时线 封时线呢 没有啊 继续上攻 为什么 这个地方要面临阻力位啊 这个封时这个位置 大家看一下啊 前高3629点 6月2号那个高点 那个高点呢 也是上方的压力线的啊 受压的位置啊 3731点 下来的这个粉红色净线啊 粉红色压力线啊 在这个地方 那接下来后面还是修整 那么今天高点 水平高点在这个位置啊 再次又是到达了个非常敏感的位置 我在上周啊 给大家分享的时候 我说呀 这个股指当前的反弹 确实是超过预期 为什么超过预期呢 很明显 低股指蓝筹需要补涨 券上银行保险 目前的位置总体还在低位啊 尤其是像银行啊 像保险啊 这个目前就是在一个底部的位置啊 一个这个位置 那补涨的话 权重蓝筹 它必然会带动股指啊 进一步向上 但是我也在上一周 跟大家讲到 我说呢 后市呢 一定要注意前高的压力位啊 尤其是3629点这个水平的 进线的位置附近啊 那么刚好上重到这个位置呢 我们发现今天也出现量价背离 也就是说股指呢 涨了一定的幅度啊 但是成交量没有跟上并没有继续放量啊 没有超过上周三 也就是9月1号的天量啊 所以说短期来看呢 我认为哎 这个地方依然有非常大的变数 也就是说这两天呢 如果收盘 站不上前期高位啊 突不破这个3629点 那么接下来啊 还会要出现回调啊 这个回踩 我认为呀 这个因为现在这个反弹结构已经是非常的完美啊 为什么说非常完美 大家看一下啊 从这个低点 反弹以来第一撇上来 然后再下踩啊 下踩 然后再一直反弹 那么前后所花的时间呢 基本上相等 也就是说3312点到这个这个位置的高点 用了大概是10个交易日啊 这么一个反弹 然后呢 用了六七 用了七个交易日的回踩啊 然后呢 最低点到今天呢 刚好是11个交易日 也就是说第一波的反弹 跟第二波的反弹 在日线级别的时间上啊 它的时间长度是近乎相等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周期是相等的啊 两个小级别的上涨周期是一样的 再一方面 呃 一个非常完美的N字形反弹结构 在这地方已经形成 那如果这个地方受阻回落 说明啊 这个反弹的这个结构已经完成啊 已经完成 我想这个在这受阻回落的概率要大很多 当然也有极小概率 继续向上突破啊 继续向上突破啊 向上突破的话 那就证明啊 张老师的判断错了啊 但是我说啊 这个地方依然有非常大的变数啊 但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 那就是看当前低估值蓝筹 尤其是券商指数啊 然后呢 银行指数 包括保险指数 给不给力 那么继续需要磨一下底呢 还是直接就上来 今天啊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迹象啊 我看了一下啊 券商的龙头啊 一般来讲 大盘要继续上攻啊 首先要看券商 券商百块指数 然后看券商的龙头 但今天我看了一页 券商的龙头啊 中性证券 今天呢 并没有太给力 盘中啊 拉了一下之后 然后呢 即止到下午 在一点钟之后啊 跌破分时凶价线 开始回归修整了 也就是从中性证券的走势来看呢 当前应该是要走一个横盘的过程 哎 这个横盘的过程 要展开了啊 要展开这个横盘的过程 横盘完之后 然后才会继续上攻 也就是说 他在横 他老人家的横盘的当中啊 大盘应该是一个修整啊 修整完之后 再度上重 哎 这个券商的龙头 又开始往上去了 也就这样啊 所以说我认为 大盘呢 必然后续有一个调整的过程 也就是今天呢 基本上又到了一个极限位啊 接下来我们说 一两个交易内 必出现非常大的变化 这一点大家要知道 这两天呢 大盘股里边呢 比如说中国交界啊 哎 这个这个票啊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中国交界 这个盘是非常大 一千多个亿啊 这个这个 呃 应该是一千 一千多亿啊 一千一百 呃 多亿啊 一千多亿市值 那我们看一下 之前的这个两个涨停板 然后呢 在上周五呢 他高开回落 今天呢 再度放量 暂时量能没有跟上 今天呢 留了一个长上一线 这就是指标股啊 一些中字头指标股 代表股之一 那我们看的话 实际上这个地方 短期来看已经滞涨了 如果你是做短线啊 那么从六块七左右抓进来的 那到九块五这个附近 就应该做一个短线的波段的了结了 啊 这是我个人看法 那接下来他还会有什么 第一浪走完以后 他还会有一个调整啊 调整完之后 然后再再选择向上 所以这个位置 我认为再进一步向上 大幅拉升的可能性 已经非常小了 指标股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表现 那么后续大盘同样 也会有一个修整的过程 刚才我讲了 已经到达了一个关键的位置 而且今天呢 封时线上非常诡异啊 我告诉大家 大盘今天的封时线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封时线呢 大盘的均价线是粉红色的啊 这个这个均价线啊 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啊 那么这个蓝色的啊 深蓝色的 这是大盘的封时线 在下午两点四分左右啊 在这个位置我们看看啊 这个地方罕见的形成了 封时级别的史差 也就是说封时线跌破了啊 向下跌破了粉红色的封时均价线啊 封时线跌破封时均价线 代表什么啊 这个地方可能要展开调整了 那么后续我们看到一直 直到收盘啊 那四分钟左右 他就没有上来 他就一直二十多分钟啊 都没有上船 对吧 那么全天的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封时封时线 都在封时均价线的上方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大部分的时间 从这儿到这儿啊 这么一段时间 粉红色的封时均价线 一直在封时线的下方 直到下午两点四十分左右啊 然后呢 我们看到封时均价线穿到封时线上方去了 也就是说封时线和封时均价线出现史差 哎 这个地方不给力了啊 这个地方反反倒不给力了啊 所以说最后的尾盘 我们实际上已经发现了这种端米啊 接下来呢 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盘面会非常的敏感啊 今天的这个题材方面啊 给大家再说一下啊 依旧是从资金的流向看啊 超大单资金依旧关注券上 然后大家看看啊 有医药有酿酒 尤其上午的时候 我们发现防御性板块呢 走的还是不错的 一个医药一个酿酒 我记得还有个家电啊 医疗保健啊 这都属于什么大消费里面的防御性的板块 消费嘛 对吧 所以我们看到下午尽管说汽车呢 板块啊 再多拉了一下啊 然后是有色呢 小幅上涨啊 资金呢 也有点流入啊 但是整体的这个 从这个涨幅榜上来看 前三位里边两个都是医药啊 然后呢 我们看到证券的这个 券商的指数的涨幅榜排名第六啊 家居用品日化 家用电器都在前十名左右啊 所以说今天的整体上呢 防御的这个风格已经凸显出来了啊 这样的话就是给我们后世留下了悬念 我认为唉如果这两天啊大盘出现回踩我认为回踩的力度可能啊会呃这个阶段回踩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啊那么后续如果说明天呢大盘没有成功爱站到了这个前期的高点上方也就上方的进线啊三六二九点那接下来的回踩啊应该是在意料其中了啊应该是在意料其中了啊应该是在意料其中了 将是前边的这个下行的啊这个三角形的粉红这三颜的位置 三七三一点连接三六二九点高点啊 这个压力线啊应该是一个重要支撑 这个二线漏掉以后一次向下考验啊 三千五百点整数关啊 包括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应该是一个很关键的位置 因为这次反弹呢非常有力度 所以我认为后续的调整的话 这个应该还是在相体之内啊相体之内 呃幅度不会太大啊 呃如果你处于中线投资啊 你呃低估值篮筹这一块 我建议大家呃中线投资者啊 那么还是以持股为主啊 持股带涨为主不必要去折腾 相反呢 如果你还是拿的那些热点题材跌下来就买啊 然后呢呃这两天呢 呃准备什么准备当中线去做 我认为哎这个时候不是什么好时机啊 相反做短线呢 反而还是比较划算的啊 做一下投机 那从当前的这个创业板的调整的力度来看啊 给大家看看创业板啊 创业板指数呢 经过前期的调整 实际上已经走了一个比较近乎完美的一个 哎道恩之行的下跌结构 基本上到这差不多了 那么创业板指数将迎来啊 阶段性的反弹 所以我们从创业板指数的这个反弹的这个迹象来看呢 当前哎有部分的题材股是可以 哎在这个地方抓反弹了啊 啊这是我今天的一个观点啊 呃 仅供大家参考 啊